海岛地图封面卫星楼三楼怎么上去 新版本一共有四个方法 说到卫星楼老玩家应该并不陌生 这个位置在以前会高距离刷新信号枪 尤其是在楼顶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二楼楼梯有木箱子挡住了 根本就上不去 包括从外面也没有任何的位置可以跳上去 所以大部分玩家在卫星楼找物资的时候 一般只找了一楼和二楼 而忽略了三楼上面的高级物资 又或者看到楼顶刷新高级物资和信号枪却上不去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新版本可以上到卫星楼楼顶的四个方法 当然大家也可以开局直接跳踩上去 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最古老的 通过卫星楼旁边铁塔一步一步往上跳 然后跳到塔上能站人的最高点 这个时候对准卫星楼楼顶的圆球一个跳跃 人物就可以无上楼地来到楼顶 那么其他周围没有铁塔 卫星楼楼顶要怎么上去呢 第一个方法可以找到一家摩托车 然后来到我这个位置 调整好方线 对准卫星楼加速冲过去 在空中的时候点击下车 就会被惯线飞到卫星楼楼顶 但是这个方法很有可能会把自己淘汰 所以并不实用 在新版本上到楼顶最好的方法 还是要通过游戏中道具上去 比如团圆鼓工床或者指缘飞行器 我们可以通过团圆鼓工床 上到任意卫星楼楼顶 只需要在卫星楼的附近放置好 就可以直接跳上去 而指缘飞行器的话也是一样的 飞到卫星楼楼顶的位置点击下车即可 当然用这两个道具还可以上到其他高点位置 以上就是目前能上到卫星楼楼顶的四个方法 大家学会了可以带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去楼顶找些号枪